为什么 那边有鬼 你会有恐怖感 这样你才会很认真的专修 你有恐怖感就知道我们有我执 所以你要更恢复平静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就是空性 不但不要怕 更要生起悲心 所以你要观修前面有个魔鬼 有个魔鬼 下回我们来办个魔鬼影 魔鬼影 叫他去浮沫 你看尸体 尸体叫你摸 然后还问你摸到了没 摸到了 几岁 男生和女生你要学啊 摸摸摸 哎呦 女的 你要学 你不能怕 所以你吃都在吃了 还摸还怕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自己很恐怖了 吃都给他咬下去了 还摸 所以但是你要去 所以修行要 要忽逆自己 你的弱点在哪里 你的弱点在哪里 针对这个弱点去修 你不针对这个弱点 你要学马儿梁 马儿梁就是长得太漂亮 他要去山上修行 他老公哪里让他去 他怎么修的 烧一把火 那个油最烈的时候 撒一把盐 啪 皮又没有了 再去老公说我要修行 你赶快去吧 你想个鬼一样 一个人在山上 又不会被强奸 我看强奸 那看到他也看到 鬼也跑掉 所以他成为我们 道教七真唯一的女众 所以得到了 所以我想 问题是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不舍弃这些 你还要执着 某一点是我骄傲的 我可以依靠的 那当然没有这个处理心 那你就没办法听我佛吧 所以各位 莲花生大事 直至不直截啊 他是又禅又密 了解吗 禅净利密都在他里面了 莲花生大事 是阿弥陀佛的显现 身口意的显现 从莲花生出来的 他是代表阿弥陀佛的报圣 所以 直指人心 又大慈大悲 好 第十五 若是希望横跃 六道众生的深渊 就要驱除罪恶 有害的我值 刚刚提过了 十六 此外 无名在轮回中折磨你 因此要点燃 智慧之灯 对 伤害我们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的无名 一直在让我们 生死轮回苦啊 所以各位 要随时用智慧 般若去分析 用慈悲去覆盖 要时时保持在这个 欧玛尼北面 我们背至双云 不然呢 你千万不要 把敌人当爱人 知道吗 因为伤害你的 就是这些无名 你所贪爱的对象 都是过去你最恨的 这是因为 你欠他债 所以这个身体是害你最深的 让你感受到最痛苦的 你不要去 你好好地利用它 而不要去摧残它 甚至去满足它 第十七 世间短暂无常的 资财毫无实质 因此要用这些资财 作为不实的功德行 千万不要后悔啊 你把钱留了 哪一千就不见了 你还不如现在相信因果 我现在十块就不实实块 你马上就有二十块 两百块可以用 赶快来 左手来就右手去 保持在这种状态 你才知道 哇 水通了 通了 财路打通 因为你打通了 所以你一吝啬 一想要的话 然后又把它塞住了 所以唯有不实 才可以消除 所以没有个人的财产 不要有这个个人财产的观念 一切属于众生了 没有自己的 我们只是 就像今天出家人 别人供养你红包 这个红包人家是 拿来做功德的 要消灾的 要超度的 所以我每次人家供养 我们把三位记得 为往生者供养 这一包要小心 我这包要好好用 哪一个不是这种 都是为了消灾拔肚的 那要好好地用在每一个地方 把它分配好 拿一百块 十块放生 点灯全部把它分配好 赶快把它用出去 所以千万不要做钱的奴隶 我们拿这些 以不兼财化为兼顾财产 你把这些 你所拥有的 包括你的脑筋 你的能力 你的专业 你很喜欢煮饭 你很会做衣服 你很会唱 都没关系 拿来不实 拿来转为佛法 最好 所以那你永远都带着走 因为有限的金钱拿去 不实 成为永恒的财产 你回想过了 你生生世世带着这些财 在修行 第十八 仇恨在末法时代的 五着二世中猖獗慢生 因此要穿戴 安忍的盔甲 所以我们现在叫末法 因为一定要很忍 你要让别人觉得 你就是个修忍辱的人 不要子理不劳人 对方怎么错 还是要跟他讲 亲生戏 讲完就好了 你也不要怕 不肯跟他讲 只是找到 对适当的时间 跟他讲 某人你这个想法 观念是错误的 是应该如此 这样就好了 当然找到了因缘 但是你要讲 要有一段的不失 一段的前行 如果说 马上一讲 然后对方就 那对你没有帮助 所以会要 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对自己要断我 只要快快来 对别人 你要慢慢来 拖再拖再拖 因缘到了 然后一倒下去就OK了 对他有帮助 就像医生说 师父干嘛 呼吸一下 真插下去了 呼吸你掉虎离山 因为他转移你注意力 所以跟小朋友一样 你要拿糖果 然后针再炸下去 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跟他讲 注意哦 我要打针哦 注意哦 对不对 他早就跑掉 所以对方有错 你马上 你跟他讲 就是跟他讲 你看我要打你针哦 那对他没帮助 他会抗拒的 所以各位我想 修行首先要有修养 如果你要接触众生 你没有修养 在谈修行 有时候会 虽然好像是对 事实上就是错 凡事离开的慈悲 就是错 对 然后呢 离开三角方便 也不行 所以要带着 安忍的骨甲 下回办法会 有准备几顶 要带着 代表你这个 不修忍辱的自然 就带着 很难听 为什么叫我带 因为我脾气不好 以后都不来参加了 所以各位要 要勇敢面对自己 男生还要带一个 我是好色的 这样就好了 请大家帮助 不来了 那你们都没缺点 干嘛来 就不用来了 所以我想 每个人都有缺点 那只是你这个缺点 如何让大家加持 但是各位不要残取 残取就是我要覆盖它 我要覆盖它 然后不但覆盖它 我还要解释 找借口 再覆盖紧一点 这样 那你不是没得超度了 所以我想 要凸显 所以我们不敢讲了 哪一天开一个结魔会 什么叫结魔会 叫度争大会 对不对 我们出家人 真实在修行就要开 但是现在末法不能开 这一斗 等一下还砍起来 在佛陀的正法时间 就是要这样 结魔 然后一个一个站上来 站上来 然后你讲 我哪里错 哪里错 大家告诉我 然后呢 你要下台 等一下 全部来讲 你还有没讲的 我知道哪一天 你在后面偷抽烟 被我们看到了 哪一天人家在修行 你在睡觉 被我看到了 你要跟大众忏悔 然后大众帮助你 这样才会进步 所以佛陀说 离开生团 你没有机会的 因为你生团 他告诉你 哪里有问题 那你愿意谦虚的接受 所以那个时候 主法者首先要公众忏悔 我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有问题 他勇敢的去 去面对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因为 现在不要讲面子 现在面子没用 对不对 以后比较重 以后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能有缺点就好了 那现在 现在希望大家都来执政你 所以我们中国人这句话 谢谢执教 有些人 谢谢执教 你给我记住 那我就不要混了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做一个 别人跟你讲你都会笑笑的 这没有关系 像我你们尽量讲好了 像我以前我连国语发音都不标准 他们经常写过 我还念了老半天 念老半天 对不对 因为你讲又忘了 对不对 但是我都会看 我都会到底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所以 我绝对不是那个爱面子的人 因为这样我对我才有帮助 因为我们重点是如何去帮助这个事情 而不在于自己的问题 这一点你要把自己授权 哪一天你真的要修行 你要拜师父的时候 那你要把这个 你要表态 表态说我愿意 那师父叫你脱光 你就要脱光 检查 你是什么 师父要问你 你现在口袋有多少钱 你要报得很清楚 你不能说 不行 一千报五百 我平常我带来的 这我准备用的 那你就没有用 所以各位你要 你真的要修行 你要眼睛很利的 我发现现在修行不一样 有些小孩子来出家 妈妈说我很有钱 做供养 这个小孩子你不能讲他 人家是有钱的小孩子 交代过的 你怎么跟他谈 对他就不好谈了 所以我认为各位要 我比各位有福报 我不知道各位有福报 因为我亲近的都是很严厉 甚至像是有神通的老和尚 我所亲近的都是这些 这是我素食的福报 所以你就没有秘密 那有些信徒是很有钱 所以很有钱 对方不好意思讲他缺点 对不对 拿人钱软 你怎么修呢 所以各位就算你供养很多钱 你都跟你的师父说 师父我供养你这么多钱 就是你要把我的癌细胞挖掉 对不对 不然我供养你干嘛 还讲真话 要能够改变 那就 所以我想 廉石讲 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还不敢做到 那你要祈求廉石 祈求你相应的本尊 赶快啊 我哪里有缺点 你就让我断手断脚 哪还是让我下地狱都好 因为不然我没有痛 我不想改 我没有痛我不想改 对不对 人到了很痛苦的时候 他就会喊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不然在末法大家刚强难调 带的不是安忍的盔甲 带的是自我保护的盔甲 对不对 掩盖自己的缺点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各位读到这边 那你就知道廉石的教法的特点 但是你要知道 林华生大师真的是感应无常 太灵感了 你一请就来 所以真是骗一切处 林华生大师是不死甘露 他没有死 他现在在西南边杜罗刹 连石的生命跟达摩祖师一样 他们是永恒存在的 他不用透过父母而生的 你要有这个信心去齐情 所以我们现在在念的时候 那你等一下去保护 刚才林华生大师有没有来 有 我能认真一点 你现在说 好 那我现在愿意这样做 所以我各位念一下 放下徒道 立地成佛 太容易了 是你要不要放下 放下就OK 保护就没办法 爱面子也没办法 所以一定要精进 你像我这个 我现在最难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怎么跟他说呢 说呢 他就生气了 对不对 他就不修行 这个有点困难 所以各位 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 你要师父长寿 弟子不持戒 师父短寿找死 我跟大家讲 佛经说的 弟子没有守三门夜戒 师父都会找死 为什么 他就光这边憋就憋死了 因为有话不能说 然后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你要弄去 我有时候问人家 财务都不好意思 你钱有问题吗 我哪里敢问这个问题 人家师父那个钱有问题 是是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 宝贝也知道 看脸也知道 我跟你讲 钱有问题就是那个脸 那个有问题是那个脸 所以 但是 菩萨不能舍弃众生 哎呀 慢慢来 但是这样他当然会短受 他就会气死 所以各位 你要让 你要三宝欢喜 要让丧师欢喜 要让莲花神大师欢喜 不要再掩盖自己 对不对 不要再贪嗔痴了 不然的话 因为他是为我们而存在 好 第十九 此生的逆境是由于往昔的业力 因此不要灌醉到他人身上 对 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个世界 你要观想 就是世界的原型 这个世界众生好好坏坏 都是你自己的信念 所以一切碰到逆境就讲自己 一切最重要就讲自己 今天别人撞到你车子 你马上想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又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 你不要一下来 棒子就拿下来 你敢撞我 对不对 那你都没救了 所以各位记住 我曾经认识一个出家人 出家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有一个逆境 他就说 如果是我在家 我答扁你 他这句话刚好我听到 我说完了 他说我说干嘛 你还属了 我说因为你讲这句话 就是还属了 你已经破戒了 伤害众生 他后来没多久就还属了 还属就没有再来了 不好意思 因为什么 他这个念头 就已经把对方砍下去了 对不对 佛教讲的 菩提心是心戒 而不是行为戒律 你有心要伤害他 只是你 你讲出来了 你威胁到对方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 就像女人家 女人家有时候 好你这样我就去死 你老公已经对你 很性能感了 哇 你用自杀威胁我 你已经 已经谈不下去 罗曼蒂克了 对不对 动不动就要死 因为这些很激烈的东西 不能表现出来 事实上是夜报的问题 你不能怪对方 好 我们不能讲太多了 赶快念一念 第20 我要嫉妒聚格者 要汲取聚格者的功德特质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现在末法很难 因为每一位法师也好 有影响力的也好 就是往往很容易自战毁他 因为他不想要去学对方 事实上敌人才是 你学习最好的对象 要了解你的缺点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进步 如果你真的要赶快 那你要去 你不要 你要随喜对方 对方虽然做的是错 但是他在某方面很有力量 做得很矮 这方面我们随喜 我们学他 那你才会进步 所以我想各位 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 在你那个行业 就有一些人是非常成功的 那你要很认真的去 把他的优点搬进来 搬进来 那你天天都在 都在进步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有一点 洁癖也是不好 就是说 佛菩萨的我学 非佛菩萨的我不学 那你不可怜了吗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优点都要学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连妓女他都去参访 对不对 卖乡的航海家 都要去参访 他们是视线的 他们如何利用 这个世间的方便 来度众生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优点就不行 所以各位 只要他 人家相信他 他一定有某一个优点 然后我们去随起他 当然他的恶业你不要随起 但是他的善业你要去学习 那你的身上才会 才会万得庄严 就像各位这是来荷兰 我们过几天开始要去出外了 你会看到很多荷兰的种种 那你回去要把荷兰的这些优点吸收过来 那不然你不白来了 你干脆我们就在台湾办就好 跑来这边干嘛 所以那各国的优点 各种民族的优点 那你都要去吸收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圆满 二十一 大乐之心即是空性 本人性的理念觉性 二无念之心即是认知现象 但不将现象概念化的本觉 三平等心即是一切现象 无二元的本觉 四金刚心即是一切现象 先空不二的本觉 五 解脱众生之心 是透过四种无质的佛形事业 唯有情的福祉而运作着 好 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就先不解释了 但是呢 第一个大乐之心是什么呢 大乐 所叫的快乐 就是你不起心动念了 就是空性本来的理念觉性 那个就是真正的快乐 就安住在空性 你无所住 所以什么叫无念 无念并不知识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无念之心是认知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 不把它交入概念化 我喜欢 我讨厌 什么叫概念化 哎呀 我生病了怎么办 这个叫概念化 那个事情怎么办 因为你加入你的分别性 叫概念化 所以无念之心是 你认知一切 却没有分别一切 那你要保持在这个状态 当然平等心 万法 都是平等的 空无自信的 对一切现象 没有对立 无恶言 没有说这个 这个 我们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喜欢好 不喜欢不好 喜欢光 不喜欢暗 那你就没有平等心 所以各位 这个你不能在理论上了解 快乐跟痛苦 你两个都要接受 就像佛跟魔 然后你如何平等 对阿鲁汉来讲 佛魔现前 他一律平等 无有分别 这个叫如 来去自主 那我们要开始去学习这个 好 第二十二 根据佛陀的教法 人世是获得解脱最好的地方 这里有苦可以激励我们 而且有足够的乐可以来平衡苦 然而大部分的人会有种误解 只要处理得当 他们就可以只有快乐 而没有痛苦 这是错误的看法 这一点要记住 所以这个世间是苦乐参半的 有苦我们才会精进 但是呢 就像你打坐一下酸 一下不酸 一下一下不下说酸 至少还有这个不酸 来平衡肝胺的苦 就像生病完了 现在不痛 也很快乐 但是基本上 它就是时时刻刻 在这种变化的阶段里面 所以我们是如何超越 而不是说 追求快乐 如何超越这个快乐与痛苦 那人世间因为它有这种生老病死 所以最容易去了解 何时三 当我们将能力投注在身体或心理上时 就是正经济 捐留能成穿 同样的生命是由无数的小事件累积而成的 我们的努力就像捐留成穿一样 虽然少 但是每天都能多一些 最终终能会为大川 所以任何一个起心动念都拿来住缘修行 就像各位撒撒水撒撒米 念佛到处都在解善缘 利用我们的身体也利用我们的悲心 然后呢 就是念下来 善根如树草 功德善根就像树草那么多 到处都在累积 而且到处都在修空性跟悲心的助缘 那你要这样绵密不断的 就能够圆满一切 再来我们就24年到27 24 只要我们还在关心世间的种种 而且期待从中获得满足 就不可能有超越的意识 每当世俗的念头升起时 我们可以检验它 是不是能给我们最终的满足 假如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舍弃它 25 总有一天我们的努力 会把我值完全去除掉 但是除非我们天天努力 即使是非常小的努力 也应该做 否则不会有成果 26 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灵 都是雨量级的 为了能见到真理 我们需要强壮的心灵 有重量的心灵 27 在禅作中 我们学习舍弃各种念头和想法 而专注于常观 假如我们不舍弃的话 我们就无法深入禅地 什么叫重量的心灵 我在家的时候 有一位女众法师 要我一放假就要她 到他们经社去打坐 因为我跟她表明说 我可能以后我也会出家 所以她对我比较严 经常打 骂 打呢 打 当然我对我来讲 我都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方的好心 因为我知道对方身体不好 她这样打根本自己就不舒服 然后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但是她要我重量级的说 她知道我就执着我的儿子 其他我都还可以放下 因为我要出家 所以她要我关 儿子怎么死的 你必须要真心地去观想 她的各种的死亡的过程 而且不是一次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你不能说我不敢去想她 这叫余量级的心 我保护她 我呵护她 那你最不能接受的 你要去想 而且她加上棍子这样拍 你一定要进入那个状态 那你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哭啊 那有些人还跑掉了 有些人还生气跑掉了 那她这么无力 叫我去想这个事情 因为不能把禅修当作一种享受 一种逃避 它是面对痛苦 从面对到超越 征服自己的过程 比如说 你很爱漂亮 那你要一直禅修 毁容的过程 被侮辱的过程 被强奸的过程 而且你要很真心的这样去领受 因为虽然你没有被侮辱 那是很多女孩子 特别你看报纸 那些印度女孩子 来被强奸 甚至最后还被打死 那这些过程你要去面对 你不去面对 那你就会轻易跳过去 如果你还在吃肉 那你要去禅修 那一只猪是你往生的妈妈变的 本来就是她变的 经典说 你吃到的肉 没有一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因为欠你债 所以不得不还在给你还 所以那你要去 管修得很清楚 要生下我妈被杀 被吃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你从这里面 要去改变你的思想 不然你会用你的思想 叫我值来解释这个事情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就不对了 那当然 佛教里面有个特点 如果你真实在禅修 或是这样想的时候 禅修不见得打坐 我想各位在树林里面走来走去 你要去思维这个事情 思维 因为有时候你打坐爱瞌睡 千万你不要打坐 因为你又在睡觉有什么用呢 增加你的业障而已 修行的时间造的业 跟平常造的业 那是不是 修行时间 你打瞌睡会下 下那种最深的海底 你在平常打瞌睡呢 那是不照页 修行时间不行的 特别参加法会的时候 不能打妄念 不能昏尘 因为他是在 是在诸佛菩萨降临 加持的阶段 这个要很有警惕 你宁可站起来 但是你继续去观修 那当然 针对你自己的问题 会有什么样的缺点 会下地狱 我现在我喜欢骗人 那骗人的地狱 你要去看 妄语地狱 鸽舌地狱 大嚎叫地狱 的痛苦 你要观修几次 当然我们 没有办法像难陀 这样有福报 佛陀亲自带他升天 亲自带他下地狱 但是如果你在观修 很认真 佛菩萨就会引导你去 佛菩萨会让你感受 因为佛菩萨不舍弃我们的 这个佛菩萨是骗一切处的 你只要真心的 有这个动机 你就会有这个感应 会有这个了解 甚至在梦中 你会有所了解 你才会有警惕 不然呢 我们就一直在 一个习惯性的造业 错误 这样 所以当然强壮的心理 就是面对自己 最没办法接受的 那个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女孩子 你要结婚 那你一直观修几百遍 你老公怎么伤害你 对不起你 外面骗你 然后你都准备好了 你才去结婚 你就OK了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要让你看出真相 而不是说 那我就不要结婚就没事了 不结婚你干嘛叫男朋友 就这样没事了 那问题是 不能 就是说你要真实的去了解 而不是怕 怕也没用 因为我发觉 现在有些人来出家 他并不是面对问题 他只是逃避问题 而来出家 或是如何 那这样还是没有 超越 所以释迦牟尼佛 累世所面对的痛苦 都要在你身上 所以一个人 怎么成佛 各位都听过 所有众生的痛苦 他都完全的接受过 他才可以成佛 每一个土地 每一个众生 他都为他 洒过热血 断过头 他才可以成佛